老西谷的胜利 金像奖四大演技奖得主 平均年龄58.5岁新浪娱乐训 4月9日晚 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各大奖项尘埃落定 慧英红三提三中在得影后 领奖时激动到摔在台阶上 曾志伟金燕林平一面 无名夺最佳男女配角 于文乐周东宇 未能如愿拿下影帝影后 曾志伟在台上致辞时 特意祝福于文乐和曾国祥拿奖 但两人最终都空手而归 志伟哥这是立了两个flag 本届金像奖总体 来说可谓老戏骨的胜利 影后57岁 影帝50岁 男配64岁 女配63岁 四大演员奖得主的平均年龄 高达58.5岁 颁奖嘉宾郭富城 特意给最佳导演的提名者算了一下平均年龄 并赞扬了今年的入围者 比去年要年轻 但从得奖结果来看 景象奖还是发的一首老人牌啊 必须承认的是 几位获奖者的确演技聊的 而慧英红的得奖感言 更成为本届颁奖里最大催泪弹 但是如此结果还是让人 不得不感叹 香港电影真的老了 影后激动到摔倒 慧英红三皮三中在夺最佳女主角 听到自己的名字后 慧英红愣了一秒钟 随即演练哭泣 走上舞台时 她甚至激动到摔倒在台阶上 发表得奖感言 使她直言紧张到手抽筋 她的一起换 更成为本届颁奖奖的最大类点 影后候选人马思春 和汤维因工作原因 缺席了本届颁奖颁奖里 已经拿下金马影后的周冬 约与香港老牌影后慧英红 被视为本届颁后大 若 最后57岁的慧 英红凭幸运是我战胜了 25岁的周冬雨获奖 上台后 慧英红揭示了自己 如此激动的原因 因为我拍这部戏是为了我妈 我妈有十几年的老人痴呆症 我拍戏的时候 她已经瘫在床上 饭都不吃 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老人痴呆症需要有人关注 和很大的包容 我第二次拿奖是为我自己 我不可以放弃我自己重力的工作 当时我紧张到只有九十多棒 我这次是希望给我妈妈吃 到 我没丢你脸 我帮回家争光 我妈妈刚刚走了几个月 我第一次拿奖我爸爸走了 我这次拿奖妈妈又走了 我好希望可以和他们分享 值得一提的是 慧英红曾是1982年 第一届金像影后的得主 慧英红三次入围金像女主 三次获奖 中奖帅高达100% 老戏骨的胜利 曾志伟时隔二十年在夺男配金燕玲 蝉联最佳女配 第36届金像奖最佳男女配角 花落同一部戏 曾志伟 金燕玲凭借在 一念无名中的精彩表现 获此殊荣 金燕玲是第十次提名最佳女配 第四次获奖 去年他以踏血寻美拿下金像女配 今年缠绵 曾志伟则是第六次入围男配角 第二次获奖 上一次还是二十年前的甜蜜蜜 曾志伟笑颜一切都是宿命 1997年拿奖要感谢当年 还是新导演的陈可欣 如今拿奖靠的也是新导演 王靖的作品 去年11月已经平一念无名 在金马奖拿到最佳女配角 此番在下一场 金燕玲再次激动落泪 我真的好开心 我没想过做配角 都可以拿金像和金马 这是我的梦想 很感谢 导演你们才28岁 和我的女儿一个年纪 没想到你们会送这么大的礼物给我 多谢你们 我问过自己是不是很想拿这个奖 我是真的很想拿的 但又不是很敢想 我感谢金像评审 我一直告诉自己 电影里大家都是很紧要的 不管角色篇幅有多少 好好去做一定会有人看到的 四四最佳男配角候选人都是老戏骨 最后曾志伟击败秦佩 吴梦达 廖奇志等获奖 而与金燕玲竞争的则是张宇启 微博 文永山都新生代女星 最终今下场可曾志伟 金燕玲笑到最后 可谓老戏骨的胜利 立个flag 曾志伟的祝福都没成真拿下最佳男配后 曾志伟在台上心情非常好 不但感谢了专门飞来 支持他的女儿曾宝一 还祝福入围最佳导演奖的儿子曾国祥 也可以获奖 如果两父子一 其拿奖就卯得顶了 金燕玲 曾志伟都凭借一念无名成功获奖 曾志伟也对凭此片提名引力的于文乐 送上祝福 我要感谢我的对手于文乐 感谢他在现场完全不和我聊天 让我多点时间揣摩这个角色 刚才金燕玲笑一声 我又笑一声 接下来就轮到你了哦 不过曾志伟的祝福最后都惨变flag 两人都为获奖 颁奖金句不断 周星驰梁朝伟遭强行同框于文 乐调侃杨千画八卦奖项部分 并没有太大的暴浪 结果也都在情理当中 那么本届班家里还有什么卡点吗 小浪来帮大家画个重点 一 开场正中鸡的变装秀非常精彩 竟想讲开场一般都是脱口秀 而今年终于向奥斯卡学习 请来能演能唱能搞笑的正中鸡当思宜 在台上变装N套 重新填词演唱N首歌调侃影摊现状 环境点重现了N副电影 二 周星驰梁朝伟同台了 呃 其实是个虚头 在颁发最佳视觉效果奖时 两位颁奖 人戴上绿色面具 现场大屏幕及时用特效 做出周星驰梁朝伟的大头照 强行让星爷美仔同框 重现两人当年一起主持 430穿梭季的打档时光 倒也符合最佳视觉效果奖的特点 颁奖人还模拟梁朝伟的声音 说道 我们两个好久没有同场 不如我们亲热点 给大家照张相 来来来 靠近点 大家一起拍照啊 三 颁奖嘉宾金剧不断 整理如下 赵薇许安还给最佳两岸花语电影颁奖 赵薇 还介绍了放冰冰主演的候选影片 我不是潘金莲 最后德嘉影片是一路顺风 但却没人来领奖 赵薇调侃道 我突然想起自己也拿过最佳两岸花语电影 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我也没敢来 这位导演也一样 郭富城给最佳导演颁奖 我记得去年拿最佳男主 我说过很多东西 都需要时间和人生经验 随后郭富城给去年和今年的最佳导演候选人 算了一笔账 我看了今年最佳 导演的名单 我想跟大家一起研究数字的问题 根据官方的数据 去年导演的平均年龄是51岁 人生经验很丰富 最后得奖的是徐克导演 今年有一些变化 除了资深的导演 也有新晋导演 平均年龄41岁 如果撇去两个资深导演 新晋导演的平均年龄是34岁 但是年轻导演 你们不要太高兴 我还知道奥斯卡诞生了史上 最年轻的导演 32岁 所以你们迟了一点了 我想说资深和新晋导演 都有同等机会去拿奖 张子怡这次和大女儿 汪峰与葛惠节的女儿 共赴金像奖 在给最佳女主角颁奖时 她说 刚刚在后台我的大女儿也说 妈妈你快点颁奖 我已好期待最佳女主角是谁 春娇与志明来为最佳女配角颁奖 杨千花与翁乐老友 相见户对得非常溜 杨千花 嘉玲姐说的 拿影帝最重要是什么 于文乐 顾家嘛 我就很顾家了 杨千花 你顾家 你在一面无名里都不给女朋友 有买房子 于文乐 因为香港真的太贵了 然后于文乐开始调侃 和几位最佳女配角候选人的关系 张雨琪是我的前座女友 在荒村公寓里面 文永山其实是我的红颜志气 听过黄兽吧 古妹廖子鱼最近有 杨千花 哦 最近你被发现在泰国享受黄地狱 难道是他 于文乐 别人说你八卦我都不信 我终于见证到你八卦的一面 廖子鱼刚刚跟我拍了一部戏 叫春娇旧之名啊 春娇姐 这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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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